鄧文燦的收看到底蔡英文 扮演什麼樣一個關鍵的角色 昨天非常重要的 這個總統府的用簽一出來 大家非常震驚 它是一個行賄案 為什麼總統會親自發函 給這個白手套跟他說 總統蔡英文自為重視 然後鄧文燦自己本來 還主持這個會議裡面 全程一條邊 快碼加編 但是今天大家都問到了 越問越奇怪 奈政部長劉士芳 他今天出了講一個重點 他說在這個工業區 土地擴大這個案子裡面提出來了 但是從2013年 大家仔細聽 2013年誰當總統 馬英九 馬英九時代的時候 他就提出來了 一路到現在這麼多年 11年來 內政部都沒有通過 都委會都沒有通過 為什麼 因為地主極其複雜 有農地 還有這個墳地 還有大量這個 寺廟擁有的土地 很難搞得定 所以這不是政府 一方面就可以解決了 地主們從來都沒有共識 地主沒有共識 政府怎麼快碼加編 你除非把地主殺光 地主給殺光光 這不可能 劉思芳講這個時間點 非常重要 為什麼馬英九 2013年到2016年期間 都沒有動 動不了 都沒有動 2016年蔡英文上來 2017年就開始了 開始有這一連串的 拜託 請託 500萬送進去 是不是覺得馬英九動不了 我動蔡英文 我跟蔡英文有關係 我直達天青 總統府發言人出來說 這造謠沒有查證 然後行政院今天開了一個記者會 拿出了很多總統府轉給行政院 請他們趕快來交班的事情 然後不舉例還沒事 一舉例大家耳目一心 有個大學生 他醫學系畢業生 要真視報名時間 他錯過時間了 錯過考試的報名時間 拜託總統府 給我們一個補報名的機會 然後總統府發函給行政院 我都不知道 我重大的考試 我錯過報名時間 我可以寫信給小英 請他們拜託行政院 再給我通融 給我一次機會 這是不是特權 如果他真的有稅行 有幫他辦的話 那不是選民服務 那是特權 別人都沒有 他就有 那這個人是誰 行政院把名字給亮出來 他到底是誰 這個人是不是達官險要 他們的小孩子 不舉例 沒關係 舉出來覺得離譜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 說什麼列里長退職籌金 希望趕快處理 還有更妙的是 地方的自來水的管線 買管的費用 他們出不起錢 也是總統府 叫行政院趕快弄 兩天就幫他處理完了 原來這些錢 可以叫總統府行政院 幫我們喬 那我們自己付錢的是傻子嗎 張善正是桃園市長 現在被問到 他說我不知道這一些公務員 總統府有沒有介入 都不知道 但至少他當市長之後 沒有這一些狀況 不清楚鄭文燦時期 到底有沒有 中央介入的情況 現在要去查 吳子嘉已經預言一件事情 他說賴清德現在 就是每天做夢都要修理的 就是蔡英文 我要你請教一下 為什麼馬英九時代 都不能動 都沒有動 現在小燕出來 這一些白手套 就看到機會了 我今天早上廣播節目 剛好訪問到 關鍵的那個當事人 就是李鴻源部長 2013年就是他當部長 當時他們這群人 也到內政部去 結果他講了一個 讓我嚇一跳的 這些人都是他媽媽 那一邊的親戚朋友 都是阿朱阿伯阿伯 你說他前台說那些幹部 都是他們的 就是那邊的地主 有很多人 有很多他們皇家的 他媽媽 李鴻源部長 但是我是說 那你當時怎麼樣 他說內部一評估 不OK就直接否決掉了 不OK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那個地方 根本就不能直接 從農地就跳到什麼 還要到住宅去 所以他當時根本沒有給過 所以2013年是馬前總統 到後來以後 他會進到去討論的階段 當然最後內政部還是否決了 可是連總統府用監都出現了 我覺得總統府跟行政院 現在出來跟大家做說明 這個也是必然 也是應該 就是說我們雖然有接或陳情 我們也寫了一個用監 然後寫總統 至為重視 但我們都沒有違法 這個說明是必要的 但是不是每個人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待遇 這是事實嗎 你不要騙大家就是 每個人結論都會有總統的賀電嗎 每個人只要去問問題都有 不會有的 所以關係確實好 而且他們也不是一般人 就是那個大企業的 退休的總經理跟那個顧問 這個廖姓父子 這個在桃園市有桃園人的人物 但是他們一直希望 做成這個土地變更 中間在民進黨執政這段期間 鄭文燦市長當市長的時候 確實進到了程序 雖然最後沒有過稅 現在回過頭來就是去查那五百萬 而不是最後 你那個過程當中 土地更多的錢 可是如果過了以後 他的影響就更大了 那事過境遷回頭在檢視的時候 就發現說蔡前總統 當總統旗艦的時候 這個事情是有在進行 那我們當然不能講說 是總統下令 因為是他來陳情以後 他才請行政策處理 不是總統直接就 如果是真的直接下令 或是違法的話 根本連總統旗艦都不會有 那不能留下證據 所以也理解沒有錯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些證據 代表過往在蔡前總統時期的 民進黨政府 確實有把這個事情 進到了一個程序中 那這個當然你要跟大家說明 難道每一個人他說 我想要政府幫我做一個重劃 我希望政府幫我怎麼樣 就重新再怎麼樣 就每一個都會配合嗎 絕對不是 所以當時到底有哪些人 跟這個當事人 包含廖家的父子 還有這個侯姓跟陽姓的這個 顧問跟前總經理 其實會不會是 不會只有鄭文燦一個人 這個就是後續政府 要跟大家說明的 如果現在矚目第三次的家庭 等一下很快的就會有答案 搞不好我們安的過程中 就答案就出來 到底壓不壓 所有人都在問 已經三度了第三度 還是說還有第四度 第五度 我覺得高院也快受不了 地院也快受不了 然後兩位這個主任檢察官 還有包括檢察官陳嘉義 陳嘉義現在還被攻擊 所以他跟徐曉星好得不得了 徐曉星有解釋了 說他們很久很久沒有聯絡 而且檢察官都如來如去 跟他好不好有什麼關係 總之就是有一股勢力 已經在抹黑這檢察官了 然後這兩位檢察官今天很特別 前兩次 兩個都打扮得私生穩的 今天第三度一身黑 一身淨妝 老子拚 跟你們這些人拚 仲慘就慘 重死有三個律師 那又怎麼樣 我就跟你們拚了 然後也妙的是 第一次出來的鄭信女法官 被質疑得一塌糊塗 說她爸爸沒有利益迴避 然後第二個法官說 她是剛正不合 那現在第三輪的法官 叫做人權法官 這些新聞的揭露 是有什麼意義嗎 另外一個 吳子佳直接講 不管你這一次 是不是再交保 大家再猜 再交保是多少 500萬 1200萬 再來是2000萬嗎 照這個推下去的話 吳子佳都 沒問題 他說鄭文財 手上有上億元的現金 沒有在怕的 那另外一個事情 如果剛才講的第三度 第四度 第五度 我們到底有沒有限度在哪裡 那2014年當時有人開車 去衝撞總統府 檢方是五度的抗告 其他王立寧跟劉太英 也有過這樣類似的狀況 真的會到第五度 這麼嚴重的一個情況嗎 那上一次地方法院 告訴大家說鄭文燦 不用被羈押 有一個理由 大家還講出來 就會很好笑 他說鄭文燦已經離開 市長的職務 大概超過一年半了 所以他沒有實質的影響力 他不會去串政 或者是跟人家勾串 這個法官是把大家當成很天真嗎 那更把大家當人民當天真的 還有我們法務部的次長 今天告訴大家 他說這個案子 當時2017年 什麼都拍到了 什麼都收到了 居然都沒有辦 押了7年 甚至變成死案了 因為兩次已經結案 把它簽結了 到底怎麼回事 次長說 因為還在搜證 搜證ING 搜證需要時間 這到底是把大家當什麼呢 那另外一個最新的爆料出來 地主神通廣大 鄭文燦神通也很廣大 他說這個檢調在監聽的時候 就聽到議文 地主很囂張 直接跟對方講說 我跟你講我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聽 線上的朋友們你們好 線上的朋友是指誰 就是在監聽的檢調 你看多麼囂張 那到底誰洩密給他 好 那這個死案 其實本來已經都沒有辦法辦下去了 突然活過來 為什麼活化 林玉峰告訴大家 有11個情治單位集體的在查 而且秘密的開會 本來都以為是競品妝案 沒有想到辦的是鄭文燦 永平委員怎麼看 這個事情我首先聲明 因為鄭文燦涉案傳聞很多 而且地方知道的很多細節 所以你問我說 覺得他清不清白 我可能認為他並不清白 但是這次鬥法跟辦他這個案子的手法 背後有沒有政治力在那邊介入 這樣搞過來搞過去 我認為肯定有 而且這個政治力 他從司法到地方政治 到這些涉案的人員 甚至到媒體全部都有 因為非常怪異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第一時間這個案子 其他媒體都不知道 就鏡週刊第一時間知道 然後另外對鄭文燦不利的事情 我今天看到一個不可置信 竟然是華視新聞獨家 因為華視新聞很少跑獨家 結果他就搞了一個獨家 就是那個廖俊松 那個關鍵的送錢行賄的那個 被收押的廖俊松 他有五次參加內政部的會議 會議他出席了兩次 然後這個獨家新聞由華視揭秘 那目的是什麼 告訴說鄭文燦跟蔡英文的人馬 很通天 所以他甚至可以去參加 內政部的會議等等 這個事情眼看著 就是要打擊他們這整個系統 對不對 像譬如說公文的爆料 也是要把鄭文燦跟蔡英文的人馬 全部都拉在一起 所以現在弄到抗告積壓庭 退回來又過去的鬥法 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就是說 現在民進黨中央鐵了心 就是想辦法要壓鄭文燦 為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預作判斷了 廉政會也開了一個 破天荒的決議說 一旦積壓 你就停權三年 這過去民進黨沒有這樣 他們都是事情司法已經 確定出來 他們才由聯政會去說情節如何 通常到一審 法官已經有 法官認為你有罪了 才會處理 很少說積壓 我就記得要停權 政治上 積壓因為它很高層很難看 這個從政黨的角度 社會觀點確實有可能 可是沒有人預告說 但是也很少三年 積壓就停權三年 你這樣講完以後 是不是他非壓不可 非壓不可的結果 可是現在又有人手眼通天 桃園地院的法官就是 怎樣都不壓你 對不對 兩次只是給你提高保釋金 很厲害 所以現在在鬧過來 今天結果如何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再來來去 到最後高院 沒耐性了 高院就說我直接 裁定壓 裁定好了就是要壓 我認為他的結果就是 他一定會被壓 現在大家覺得中央這個高院部分 好像是得意志 然後在地方法院 感覺好像是 顫格的力量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大家很希望 結果到底是如何 現在民進黨的中常會 禮拜三 民進黨的中常會 從一支獨秀一言堂 1234的一言堂 變成沒有人敢講話 開會的過程當中 有三個字都不敢講 鄭文燦 其實人家跟我講 還有另外三個字不敢講 林氏傑 這幾個字都不敢講 那民進黨立委現在忙什麼 忙著要策案 一些民生重要的 譬如說青年基本法 腦農福利經驗什麼 他們本來很重視的 都要策案 因為選霸法有人 跟國民黨的版本一樣 他們想說不要再被做文章了 所以相關的 只要跟國民黨有相似的 通通就策掉 就忙得 本來民生很重要的事情 為了要鬥國民黨 先策再說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